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服装设计师卓卓 今天来逛万家咯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五一过后的万家的人流量 还有一些广市给大家解说一下 大家跟着我的镜头来走一下吧 因为我前两天去逛了十三行 所以我最比一下十三行和万家这两个市场 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看一下这两个市场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花卉类的东西已经有点降温下去了 然后就是那个镜色的东西非常多 都是一些镜色的连衣裙啊 镜色的一些小件啊等等 你看一下现在这边也有上西装外套的这些套装啊等等 但是各个蛋口目前的话上这个西装外套的一个品类 还有那些西装的套装的话 其实是比较少的 不像十三行那边上了那么多 而且这边的话 店间内的设计啊东西是比较少的 十三行的话 基本上就是五六楼 四楼四五六吧 这个店间的这个元素是已经爆了 在这边的话还没有那种明显的这种感觉 因为万家相对十三行来说 万家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但是它的一些设计元素还有原创性的话 相对十三行来说还是会慢一些的 没有那么快哦 嗯 万家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十三行现在价格非常非常的贵 我上次去问的有一条短裤是新的 它的价格都去到了打包价都去到了75啊 我真的是有点震惊啊 75你叫人家二批要卖多少钱啊 就是现在小件啊 连衣裙那些都特别多 但是现在的话 很多人其实都是想打连衣裙 因为连衣裙的话直接一件就好了 不用搭配啊 怎么去搭配 最近这个小裙子 我看有几家也在上这个花料 很清新很清新很好看 最近紫色的话 就是有非常爆的 前两个星期吧 它慢慢慢慢的就是落下来了 没有已经没有就是之前那么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人流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整个人流 其实人流还是 怎么说呢 人流的话其实还是不少的 大家可以看到打包的呀等等啊 其实人流量都其实还蛮多的 不会说觉得这边的人流量会特别少这样 好了 这次的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 我是卓卓 下次再见咯